今年桃園驱公所邀请福尔摩沙马戏团 带来亲子马戏作品《潘朵拉的盒子》 结合特技 杂耍以及小丑表演 以震撼特技和幽默灰鞋的演出方式 让观众体验马戏艺术的创意和美好 陪伴大小朋友度过快乐的时光 当然一开始这个马戏团 我看到我的小朋友 小朋友最喜欢最期待的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每一年都在农历三月 庆祝我们妈祖的圣诞 那我们庆祝妈祖的圣诞 非常特别 就是把妈祖带动着我们的本土 闽南文化 好好的在我们天后宫前面 能够展现出来 让大家体会体会 那顺便呢 隔壁就是我们天后宫 也去天后宫上乡 敬拜一下 祈求大家平安 桃園区大树林地区的信仰中心 大树林天后宫 供奉妈祖 农历三月是妈祖丹辰的月份 每年适逢妈祖丹辰 区公所都会办理 大树林文化巡礼活动 除了庆贺妈祖受丹之外 也会让民众共同参与 文化巡礼活动和艺文表演 每年三月份 所有钱品都在萧妈祖 我想就是非常感恩 感谢妈祖 保佑我们地方的平安顺遂 那么大树林文化巡礼 今年是第31年了 那我想经过立润的市长的支持 还有我们全体乡民 还有我们所有的大德 一起来共同执行这场盛大的活动 那每年的活动的主着 就是先请明华园大戏 来献上祝寿大礼 然后再做一些基本上的宣传 以及市政府的一个建设 还有各个族群的一些特色活动 都集中在阳明公园这里来举办 造成了地方上的一个灵迹 也是让人在繁忙之中 在圣母的庇佑之下 可以很安心的来过日子 那心中有麻祖啊 赚钱不辛苦 市府表示 桃圆市的新住民人口 已经高达六万六千人了 大树林地区新住民人口 也持续成长当中 为了重视新住民朋友的权益发展 积极扩大福范围 努力打造更友善的新住民生活环境 要透过各项艺术文化活动推广和体验 来促进世代共融 除去融合 记者东非采访报道